花年玉里镇大于北向路段发生了死亡车祸 一名女看护下班之后和朋友喝酒 在骑车回家路上疑似车促过快 一面撞伤一名正在等公车的70岁老太太 结果两个人都身受重伤 送医不值 案发现场血迹斑斑 摩托车的碎片和雨衣散落一地 电线杆上也还留有被瞬间撞击的凹痕 哎 彭医生很大声啊 怕我吓一跳 哎 今天车子做什么 是什么东西掉了是吗 怎么会开车会开这样的声音 所以我就关过头一看 我吓坏了 那个人已经飞到 飞到那个豪远的地方 回响车祸当时邻居人心有余悸 这起车祸发生在11号凌晨 现年24岁的胡姓女看护 下班后和友人喝酒狂欢 骑车行进玉里镇大于北上路段时 疑似因为车速过快 加上路灯故障光显昏暗 迎面撞上当时正在路旁等公车的70岁老妇人 妇人当场被撞飞 女看护也连人带车弹向一旁的电线杆 两人都当场死亡 老妇人原本是要搭第一班公车去看女儿 没想到却发生这样的意外 她承认里长的儿子更是难过自责 她任内争取道路拓宽未果 没想到一直担心的隐忧 居然发生在自己母亲身上 而她的妹妹也再也看不到妈妈的身影 就是两位林花脸情报报道